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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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副主任 杨茜茜 各位司长 各位学养姐大家好 我是陈建立 那我今天跟大家比较轻松的带来说 我们海洋大学十科系 可以为各位系友做什么服务 做什么样的特性 所以我今天定了一个叫做 如何因应精准健康 大家在讲精准健康 精准健康 那如何来跟着流行走 这是最近我们大家讲要跟风跟风 那我是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 是潘子敏老师实验室毕业的 那我之前在潘老师的实验 技转的公司上班当R&D 跟男嘉大风琴 男嘉益生菌 对 研发跟验证的平台 那很荣幸的在2020年回到母校 那我也是系上97年毕业的 离大概应该是很菜很菜的学弟 对 那我主要说跟大家介绍我目前的研究 跟Focus的方向在哪里 人生有什么 有七历 不是那个以前很流行 歌详也一定要送七历 但不是这个七历 是什么呢 20岁看什么 学历 因为大家从求学阶段开始 30岁看什么 能力 40岁看什么 精力 50岁看财力 60岁看体力 70岁看病力 对不对 那80岁看什么 这个空格留给大家去思考 对 那你看到现在的风潮 我们已经想渐渐朝向老年化 那有些代谢疾病的发生 那健康的定义来说 健康乃是指身体精神智慧 社会各方面处于良好状态 能够适应环境 就像大家对疫情 大家从来没有想过哪天不能出国 但是现今被我们遇到两年已经不能出国了 大家都闷很久 那关心健康我们做食科 明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 食药同源 对不对 所以免疫生活健康生命 免疫在生活中 生活在免疫中 大家不希望生病不希望染病 染疫对不对 那如何提升如何做那个 卫生而死 能活着一定要吃 我常常跟同学们分享说 食衣住行娱乐 不能不吃 但是你可以不要买衣服 可以不要出去玩 住可以住 租房子 或是住实验室或住哪里 这都可以解决 但是你一定要吃 那饮食带来的食物 带来营养素 生命现象维持你的寿命 那均衡的饮食呢 可以让你均衡营养 正常的生命现象 调试运作健康的生命 那目前执行的计划 有科技部跟农委会 那另外有两个 在前面有展示 以科学角度验证 4号性9品的研发 那如果大家 现在做的应该是有点想睡觉 因为老师上课开始 都会听一下 那可以传下去给大家闻 这个是已经发酵完 跟后面静置完的两个产品 可以把它打开 那前面是 最后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我首先介绍 第一个计划做代谢症候群 代谢症候群呢 因为大家中午吃饭 三餐老师在外 三餐热量超标 那通常会引起什么 根据美国心脏学会 糖尿病学会说有代谢症候群 那这五项代谢症候群 就不跟大家做赘述 里面如果有三项 就在代表你有亚健康的状态 那因为工作压力 对不对 久坐不吃饭 然后下班后累了 下午茶点个饮料 让你成为代谢症候群之一吗 大家不要以为只有胖子 才是代谢症候群 那代谢症候群有血脂、血压、血糖 这些 那这些可不可怕 会影响你的生活 那它如果引起到疾病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你要长期靠药物来服用 那我们要扮演 那你从亚健康的状态 回到健康的状态 那我们称为海洋大学 就要做海洋支援 所以藻类开发 那代谢症候群 其实会影响出心血管疾病 现在人就是慢性处方牵拿着 三个月、几个月都在使用 那这种东西就不是大家所预计的 那代谢症候群 其实会引起了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死亡、风险 脑部有说 痣症、忧郁症的风险 那最主要是会影响 看到肥痣痣的控肉不能吃 因为我血脂过高怕中风 对不对 这种就很难过 那另外一个 你看我第一个提 第一个农委会的是 以细胞跟多磨探讨知智症 代谢症候群以后 人都会老 那如何老的健康 如何预防失智 那根据 这2012年就已经统计 行政院经济部建设委员 2025年台湾会变成是超高龄社会 那有20.1%的人会是老年 就是我国人口的记事 2025年成为超高龄社会 老年人口超过20% 那2040年就是有每两个轻重 也就是现在在念大学的学生 以后毕业后大概40岁的时候 他们要抚养一位老人就抚养 还有爸爸妈妈因为人的健康长寿的关系 那老年人的健康有什么问题呢 他其实最严重的问题是在多重共病状态 多重用药的情形 那什么叫共病 共病就是心理神理的病态 在进行性的疾病如学习障碍症候群 抑疲劳 慢性疼痛 失眠不足 坐着打哈欠 躺着睡不着 坐着下雨 躺着睡不着 这是老年人很常遇见的问题 对 那其实有一个研究在英国医学杂志中 已经2017年发表了共病 其实有高血脂的冠状动脉疾病 有可能引起高血压糖尿病 对 那有失智症的人带有冠状动脉的疾病 或是那个高血压 那比较特别的是 还有一个方向可以注意 就是心情的忧郁的部分 这也是个趋势 因为失智会导致你的心情烦闷 我忘记怎么回家了 我忘记我住哪里了 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 那我们就从 引法组失智症 那来看说趋势与机会 所以今天带来的就是说 跟着流行走 就是说 你看在2025年我们再过两三年 就会超高龄社会 那人口老二到2060年会超越日本 那扶养比会增加 认知功能障碍 可能失智症比例为这样 因为老化速度世界低 支援老年化 那努力不变老 努力健康包括脑袋要精通精明 就是大家要学习的活的动脑 那这边 睡眠不足失智症 早上你科学症时 会形成阿兹海默症的毒素 所以他是慢慢的毒害你 不是说我躺着 那我这边用RDM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Marketing 从一般我们都说实验室叫做RD 因为我们做实验的人不习成本 没在看市场需求市场方向 然后主要就希望说可以成对延缓衰老 肠道保健 肠健康人就不会 有一个广告 日本那个很流行的人 然后免疫调节三高诉求 保健食品研发市场的主力 那我们台湾市场常常会说很小 那如果说在座学院也在保健食品 或在食品开发上想要拓展国际市场 包括说国际认证需要怎么取得 做哪些临床试验等等 那目前大概都会以维生物保健类食品素材 因为维生物长得快繁殖的快 可以容易取得 对不受环境的天然因素影响 那聚焦一些食材朝向特色化 那这第三个是米康艺人乳酸发酵保湿 因为老了我们也是要够陪伏 水泡泡油咪咪对不对 所以我就把说 这是符合一个叫做SDGS 联合国永庆进行目标用米康 就没有人要 那艺人这个是产出来以后 他那一些碎壳就是不能消费者不买的 那国产艺人 然后去做一个 利用乳酸菌的乳酸发酵 产生一些保湿因子来做 那第四个就是 我目前可以协助业界来做保健食品功效验证 包括血脂、血糖、血压 那你发现我血压有个紫色底 框这个因为血压功效 你可以去 如果大家有兴趣上卫福部去查 通过血压认真的保健品很少 几乎没有 原因是 第一个它其实是血脂、血糖市场比较大 因为高血压值 我血压高我怕中风 可是我看我有血脂 所以我预防血脂 那医生会给药 所以血压通常保健品不好卖 唯一出过一支叫做 科爾币斯濃缩液 可是他每天要喝一公升 你觉得每天要喝那一公升 才能达到ACEI的功效 有可能吗 消费者做不到 那这边有放一个叫延缓衰老 我觉得目前主流市场 除了血脂、血糖以外 免疫 免疫也是一个重点方向 那这是我 上次被张树琼特聘教授 跟我在农委会 我去报告他说 全台湾只有两个人会的实验 为什么你不用他来做你的艺人验证功效 动物模式的阿兹海默针 用手术植入类电粉蛋白在脑部输入 这是手术过程 手术完后要让老鼠继续存活28天 而不是说就让他死亡 要诱导 那这是经过核磁共振 大鼠的核磁共振 MRI 摄影所出来的 那我这边就跟大家做介绍说 我们海洋大概10个期可以做什么 研发创新是靠研究 学者一定要会天马行空做学术研究 可是要跟着流行者 因为业界要如何计转如何行销是市场趋势 就是东西会做但不会卖 这东西就没有市场 那产品上是 那我们大概可以focus在食品 保健食品 健康食品 从食品的角度出发 开发到 里面的功效成本是什么 做保健食品 那这是个市场 那如果要做验证 因为健康食品有健康食品管理法 那所有的保健食品工厂 公司都希望开发为药品 那药品如果要做 你看从Basic Research 到Discovery 到Preclinical trial 都是动物模式 那还有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个 很有荣幸的 我跟对方 所以在明年的1月 被World Gene Convention 邀请到日本 做Session Speak 然后他主要就是说 Nunoscience Nunobiology 那我演讲的题目是一个 基因转直属 对于类电本蛋白的一个累积 那相信跟大家 大家刚刚有闻过这个 那我的主要研究 我常常跟学人讲 做研究也要做兴趣 对不对 你今天进食研室 两年要拿硕士学位 那为什么你如果想要酿酒 想要什么 那你学八校的 像 这等一下 中间大家休息的时候 可以可以看 两瓶颜色不一样 但是内容物是一模一样 为什么颜色不一样 因为一个我用砂糖 又用冰糖 那消费者喜欢用什么颜色 怎么买 那另外一个发酵的 也是前期发酵 后期釀造 那这等一下如果大家看的时候 麻烦不要打开 因为它还在反应当中 这是荆棘 台湾最近产荆棘 那一个我把它剖开 所以你看它的颜色比较快 另外一个是不破坏组织 直接用它本身的洗净后 就是跟美酒 那刚刚大家闻的两瓶里面 有一瓶叫香萌 你会闻起来很香 然后另外一瓶是美酒 对 那这是我说的 以科学角度去让学生觉得如何做研究 那希望说以产业的财富来支援学界的研发 那以学界能量来提升产业的竞争力 那以上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欢迎大家未来如果有需求 有问题都可以来信 或者来跟我讨论 谢谢大家